汉武帝刘彻 在位54年43年打仗的斗战圣佛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皇帝中的战斗机 斗战圣佛汉武帝刘彻 每位明君的上尉之路都不是一帆风顺的 刘彻也不例外 起初他的父亲汉景帝刘起 按照惯例封大儿子刘荣为太子 而小儿子刘彻被封为焦东王 眼看着刘荣比走上人生巅峰只有一步之遥 谁也没有想到美好前程都被自己亲妈给扔火坑了 刘荣的亲妈丽姬是个出了名的小心眼 为人心胸狭隘得罪了不少人 其中就包括太后窦氏和刘彻的母亲王氏 再加上他们在皇帝身边 说立即和太子刘荣的坏话贬低他们 皇帝刘起心想 这可不行 我堂堂大汉 可不能被这俩货给毁了 二话不说 立马废了太子刘荣 改立七岁的刘彻为新任太子 刘彻怎么也没想到 多亏了大哥的倒霉妈妈 自己才捡了大便宜 公元前141年汉景帝驾崩 16岁的刘彻继承了皇位 成为汉朝第七位皇帝 但是在祖母斗士的眼中 刘彻只是个孩子 哪能处理什么国家大事 所以处处约束管制着保卫孙子 在斗太后去世后 斗战胜佛刘彻才得以一展拳脚 放开性子 开始了自己的宏图霸业 刘彻在位54年 有43年都在打仗 谁挑事他就打谁 他最大的死对头 就是北方猖狂的匈奴人 汉景帝的时候 匈奴隔三差五来侵犯汉朝的边界 但是汉景帝都选择了隐忍 好战的刘彻心想 匈奴小贼竟敢欺负我 先宗列祖这么多年 这怎么能忍 他发誓 我一定要把匈奴问题 给彻底解决了 这样我的百姓们 就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了 事实上他也做到了 打败匈奴 为汉朝解决了 危害70多年的北部编换问题 据记载 刘彻在位时期 中国的领土疆域 扩大了整整一倍 刘彻为了强化手中的权力 采取了一系列办法 为了让诸侯王势力减弱 不威胁到自己 于是他摸摸脑袋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实行推恩令 这是什么呢 字面意思 就是把恩责推行下去 他规定 诸侯们必须把自己的土地 分成若干块 与路均沾的 分给每一个子嗣 这么一来 诸侯小弟们的权力 就被大大削弱 刘彻也能安安稳稳 坐在自己皇帝宝座上 一览江山好景 除此之外 他还大力推崇儒家学说 灌输臣民们 仁义思想 君君臣臣 既然我是一国之君 为了天下大一统的终极目标 你们都得顺服于我 这么一来 汉代儒家文化 在刘彻的推动下 得到了发展 并成为了 后世历代的主流思想 除此之外呢 为了选拔出更多的人才 他建立了查举制 他还创立岳府官署 治理作乐 发展岳府民歌 所以才有了 现在语文课本里的 汉岳府诗集 治国四颗星 文化三颗星 无业五颗星 好命四颗星 综合评分四颗星